當初會有這樣子的一個機緣 其實也是跟我們的主持人 也是我們的策展人鬥一真 其實在這樣子的一個機緣下 其實當初其實很想要回來 你就是一種 你不知道要有用透過什麼樣的一個方式 或許是你一直在等待一個機會 或者是好像跟著老人家 或是跟著自己的父親母親參加祭典 那好像就是我就是回來這個樣子 但是好像從來沒有透過 自己在外所學習的一些能力 或者是你的一個你會的事情 然後回到這個部落去 給部落的主人看到 其實我們也是有這樣子一個方式 或者是在都市的那個長大的 骰家族的孩子 其實有 有與別人不一樣 或者是在這一方面其實有一直很想要去做一個發展的一個 心情吧 但是就是回到這個地方 其實有很多的 比方說 經濟也好 或者是很多的 不知道怎麼樣去做一個連結 或許你這個連結不是說 我不知道要怎麼樣去做這個連結 因為我們就是跟著長輩跟著我們的爸爸跟著媽媽回到部落去 就是跟著做 就是跟著 就是跟著 對 那 對於翻轉這件事情 其實我自己沒有把自己放得那麼的 說真的能夠做到翻轉一些什麼樣的事情 但對於我來講是 可能是犯罪對我自己內在的那種心境 那 也許 這樣子一個表現 對於自己的父親 或是對於身為族人的一些 長輩長老或是前面看到有年輕的這樣子一個 呃 孩子能夠回到自己的地方去做這樣子的表演 我相信這個應該就是 最大最大 做這一次展覽 做這次演出的一個目的 什麼是很艱難的事情 這一件事情 你說回來嗎 其實回來蠻簡單的 你有車 你搭工車 你其實 你的有交通工具你要回來很快 但是 就像我剛剛我來到這個地方的時候 站在看場地嘛 然後 出家的 我要叫 他說我要叫他阿公 那 他就突然 他就說 長得很像原住民耶 那 我就說我是誰的小孩子這樣子 那就他就 認了 知道是誰 我知道你是哪一家的小孩 我知道你的爸爸是誰 我知道你的阿公是誰 那我跟你的爸爸跟你的阿公是什麼關係 你要叫我什麼什麼 就是在這個場域上就發生了 就是 鬼板這件事情 都來講是好像是 你認不認識 你自己的族人跟你的關係是什麼 而不是說我知道這是我的族人 但是我們不知道我們與他的關係是什麼 所以 剛好在 看這個場地的 這個段過程當中 我覺得就是一個 明明中的 讓我有一個 一個感觸 就是 我們回來很簡單 我們要參加祭典 就是 你只要不要 約定好了 你沒有到 那其實你要回來 你想回來 你當然很快 但是真正的是 你能不能跟 你的 所謂的族人 有更強烈的連結 這件事情是我一直 剛剛在走這條路的時候 所思考出來的 你知道那種關係嗎 就是 你在 從你國小 不管是從你幼稚園 到你國小 你周遭身邊的人 都不是你自己的族人 或者是那種眼光 或者是 在你學習 或者是在你成長的 那一段歷程 你學的 語言 我們大家都學的一樣 但是為什麼 我跟你們不一樣 為什麼你們要覺得 我跟你們不一樣 所以我在那個過程當中 我一直在是 回到自己的地方 或是回到屬於你自己的地方 的那個感覺 那種認同感 跟那種 你是認同你自己很久的 你是認同的 但是你所處的環境 你為了偽裝 你為了保護你自己 那你要刻意的去隱藏 某一些的部分 當然滿身 渾身是傷 渾身是刺 所以 這支舞要表現的是什麼 我要表現的是 我 打從心裡的那個 接受我自己的那個我 我有不接受過嗎 我從來沒有不接受過 當我遇到這種 在同儕 在我求學 在學習 生活這個過程當中 我們懂得保護自己 但是那個心 你透過舞蹈 透過藝術 透過表演 透過與你自己 每一次的對話 你能夠把那個解 或是把你過去的那種 傷嗎 一點一點的把它 撫平嗎 所以對舞蹈來講 我希望表現的是 身為自己 知道自己是誰 是一件多麼重要的事情 是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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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誰